Hello 大家好 今天27号日本会应对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快速传播 日本的汉田手下与加藤厚生省劳动大臣等 就对加强对中国入境日本的人员的边境措施进行了讨论 日本政府强制要求从中国入境的人使用检测试剂盒 目前从中国入境需要出发前72小时内接种山症疫苗或者是阴性证明 现在除此之外还要求中国入境的人必须用检测的试剂和确认为阴性结果 确认为阴性结果才能入境 现在是反过来了国内是彻底的躺平 国外却怕你把新冠病毒带入境 现在除了日本、印度、米兰等其他国家也正在采取措施了 入境时如果检测出阳性需在指定隔离设施隔离7天 此措施将于12月30日凌晨开始实施 明天 诱